大家好 欢迎收看I'm Unique Cafe 今天星期四又到我Dicky 借一滴为大家 分享一下大市的走势和财经的业务 上周股市红档档所以都要穿红衣 今天终于不用穿红衣了 自上周以来其实盘子在低位都反弹了 1500点以上 本身昨晚美国 包括ADP的就业数据 财源数目比市人少 盘子升超过500点 今天恒指一定能完成 今天高开了超过300点 最高到24,643点 杀了很多24,4-246的红衣街货 不过似乎高位开始就有些获利盘出现 所以恒指先升后跌 最后靠着几个股脚 例如有汪或者是腾讯撑住 最后升回40点 先升后跌也有个阴烛 不过唯一幸好是成交比昨天跌了一成 报1254亿的成交额 沽压未算太重 走势未算是最差 首先谈谈国际形势 中美关系没有什么大进展 不过油价方面有少少消息 沙特说7月不再额外减产 可能继续做普通生产 根据原定计划生产 之前全国俄罗斯说7月会偷偷地增产 所以昨晚国际油价也有跌幅 但跌幅也不太大 但跌幅也在预期之内 另外有升当然有些 现在疫情虽然有些阻碍 但大致上都受控 澳门也有很大机会很快会开关 所以豪劳股今天表现非常好 包括永利升了6% 而两个蓝筹的土耳股 一只银鱼升2% 相对于没那么厉害 另外一只金沙中国也升了5% 成为今天最强的蓝筹股 另外也说中美虽然关系恶化 不过之前说中国不让美国飞机飞到中国 美国就说会出手反制 幸好中国的态度放远 也容许美国飞机经过中国 所以中美的航空战暂时没有打到 那唐空股今天也定一定 东韩升了2% 另外各韩和南韩升了大约1% 那也排赢了大市 中央炒一些内地股份 一定要看政策 大家都知道这个星期 总理李克强就说要支持地摊经济 大家要摆摊摊摊 摆摊摊摊摊摊摊 当然少不开喝几枝啤酒 所以今天看到啤酒股就炒气了 包括青啤、润啤和白威都升了3-4% 而另外做地摊用的车 股票是305万 昨天A股也升势非常厉害 昨天H股也有点移动 但今天就更加厉害了 整天升了超过6% 成为了今天最强的升幅股份 有升幅股份 有升幅股份 今天就有一只股份 不是升6% 而是插超过7% 就是环安地产 大家都知道 环安地产是街市大王 邓清河的股份之一 1243股份之一 今天呢 上午也不是太多移动 但一中五之后 15分钟之后 就跌了差不多一半 股价由0.8% 最低是0.25% 差不多0.25% 最后收市也跌了差不多七成 刚刚公司发了公告 不知为什么会跌 一般来说 看之前的例子 通常这些跌法 似乎是斩仓 就是股东 押了股份 去券箱 借孖箭 有时券箱 看到股价跌下去 就干脆了 这似乎是斩仓盘 我自己估计 明天可能会有少少反弹 但当然不要预期 收复今天所有的失地 另外 股份大概是这么多 另外也提一提 因为今天前段时间 大家担心 美国会否制裁香港金融业 但今天 联系汇率支付 John Greenwood 说过 美国应该没有能力 或者没有条件 也不应该 去打击香港联系汇率 详细大家可以参考新闻 这里就不详细说 因为对股市也不算有太大的回响 不过大家担心自己的港元 是否安全 又或者联系汇率 最后会不会被美国打残呢 联系汇率支付就说暂时不会 大家可以安心一点点 好了 改完过股和财经业务 我们就谈谈后市的走势 我们先看看恒指 恒指现在暂时还站起 由4月中高位拉下来的一条降轨 也刚刚站在上面 这条降轨大概在24295点 其实今天曾经试过穿少少 不过之后也站起来 大概有70点左右的水位 那下一站呢 先讲下一站的阻力 下一站的阻力 应该是3月12日的下跌列口 顶大概25140点 再上一点 3月9日的列口 25321点 去到26084点 这个下跌列口 到底为后市升龄跌呢 其实在4月中之后 都试过几次 准备要上255点 但之后就跌了下去 也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最高呢 就是说疫情爆发之后 最高位是24855点 暂时虽然摆脱了 一个高位低过一个高位 那条降轨 暂时摆脱了 但仍未回到25000点 我自己觉得短期之内 后市突破25000的机会 其实仍会比较高 跌穿的 第一点就是 大家看到股市 其实昨天反弹的时候 成交又上升 而今天高位调整的时候 成交又缩了一点 股压就不算太大 第二点就是 我想大家都会知道 今个月就有很多中概股 包括网易和京东 就会回到香港上市 刺激了一些交投等 其实都利好大肆气氛 第三点就是 大家看到港交所最近 因为中概股的概念 其实表现都比较强劲 翻查一下 很少有一个同事 是在港交所可以这么强的 一般看到 最近港交所的升势 虽然跟2007年 炒港股直通车 或者2015年 大时代 都是炒港股直通车 虽然暂时还没有这么厉害 因为在2015年 一个月已经飙升了差不多一半 但是最近港交所的强势 就是近期 大家看到在熊市期间 没有什么见过 我自己觉得 现在市场气氛还是偏好为主 虽然疫情也有影响 但是实际上 大家都慢慢適应了疫情下的经济 第二就是中美关系 正如我上周所说 特朗普和中美关系 都是离离合合为主 大家不会出到最后绝招 我估计之前有一段震荡 现在美国在说一些骚乱或者冲突 暂时应该跟中国的事务 暂时不会放太多焦点 虽然我们不能称为中美的密集期 但我觉得是一个冷静期 所以这也是理好大市气氛 所以后市 我觉得升上25.25的机会也不小 甚至补补3月12日的下跌裂口 所以升上25,140点 也应该有不小的机会 但在说第二至第三季 目标应该是26,9日的下跌裂口 应该是差不多这些水位 我想大家暂时都不会预期 今年可以大上30,000点 但是从低位也有21,000 即使是25,000或者26,000 也有一个不错的反乱 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 在跌时吸收一些强势的股份 例如腾讯、友邦、港交所等等 即使是红市也好 其实也有很多机会 好了今天的分享大致到这里 我们下周四再见 拜拜